你現在做的動作就是 伸出兩個重點 一個是我好想去啊 第二個是我沒有辦法做到 有沒有 這麼多閒 我賺不了 抱歉我就是一邊只能出兩百顆 那就讓他等啊 是啊 像阿車 類似這樣 所以他就是一個取捨 但是我們的重點就是要做 你現在做的這個動作就是 我就是一邊只能出兩百顆啊 但是如果你很想要的話 那你就綠購嘛 我總有一天可以出到 所以為什麼 那個香帥蛋糕呢 是什麼蛋糕啊 香帥 你應該是香帥吧 一個綠頭蛋糕 那個中間有一陣的綠泥 我記得 我有一次買了一個香帥蛋糕 然後大概三個月之後 我突然收到一個香帥蛋糕 為什麼我會得到這個 原來是我在那個人自己有買過 這麼簡單 等太久 這麼簡單 對啊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可是我請問各位 你沒有吃到會是覺得滿的 不會嘛 這都是操作出來的嘛 吃過你會想吃 是 有沒有 所以這就是 我想這個是一個消費者心理 就大家都在炒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我好像也需要 吃到一些阿神乾麵 也沒那麼好吃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 因為大家都在做 而且新聞 沸沸揚揚揚一直講 讓我們好像不跟不好意思 就不跟我們去炫耀了 所以這個就是 一個新聞 因為我直接介紹答案 我在做什麼 就是巨頭 很有 對不起 好不好 市場的剖析 就是我在這個新聞裡面 我帶出了幾個重點 一個是財經的類型 我講的是商機 八萬賺了多少 欸 剛剛那家店 如果一家店單日營業額 三家人幣 但是進三家五千 我騙 我假設他是東京左翼 你就想想他 這個綁架了他 我不得了 你就有這麼多錢 所以就是有一點八卦的 當然我們不講到誰 實際上並沒有這個趣事 三家人幣目前還不可能 就三家台幣是有可能的 好 然後派利次文增加 這是我的目的 我們做哪一條新聞 欸 我告訴你喔 如果除非是記者真的很衰 沒有東西泡完求你 我說不要做那種 沒有目的的新聞 你可以幫助他 可是不要做那種 我自己做我都不知道幹嘛的新聞 因為有點浪費 比如說我今天做一條新聞 我的目的 要嘛就是讓我的品牌變好 要嘛就是像這樣比身 不要我做這個新聞 白白的我都沒有目的喔 一定要有目的 到底我做這件事情要幹嘛 要不然你就睡覺 不要說新聞 一定要有日記 所以用事件代理業績 我的業績是什麼 就我當時的角度是 我希望你們這些看到新聞的 全部來跟網開店 你知道我一家店 一個年要10萬 你開一家你看不到 摸不著的店 叫做網路商店 然後你如果今天注意的事情 店面付10萬 你還有感覺嗎 因為你可以摸到有牆壁 有桌椅 你有感覺 可是網路商店對於很多 中南部的中央企業來講 那是個屁 你知道嗎 你叫我給你10萬 你騙在哪裡 然後呢 我會不會請教 你知道我們常常遇到客戶 會有這種問題喔 我也到南部去做過招會 你說客戶就罵了 你敢賤錢啊 說什麼 可是抱歉了 它是真的存在的 因為網友都在上面買東西啊 我們一開始很難做 網路商店對於小百姓來講 它就是一個騙錢 可是那時候運氣很好 SARS SARS讓我公司活下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去商店 不去上街 中央企業空省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招商是怎樣 戴口罩 一大堆小老闆 捧著那個鳳鼻啊 怎麼啊 怎麼辦啊 快點掉 自銷嘛 然後因為SARS 又要告公共場所很危險 所以我們是帶著口罩講招商會 大概SARS那段時間 我們整個企業開始 希望 感謝上司 對不起喔 這個是一個災難 世界的災難 可不確造就為一個網路上的發達 因為我們當時一開始 要做網路上的真難 沒有人要相信你那什麼 你跟保管說 我從實體的路開到網路 網路怎麼去 有一些保管問 網路是幾號幾段 有一些還沒這樣問欸 都有何回答啊 雖然這個就是語言不通嘛 可是因為一個SARS 它幫助了我們這件事情成長 那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講 大陸心我們都要造大那個數字 因為我跟你講 你一年可以賺三千萬人幣 你就會覺得一個月付十萬台幣還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消費者心理 就是比較SARS 如果我告訴你 一年後你可以賺這麼多 你就不會看現在付出的很大了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心理學啦 所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剛剛這個新聞 沒想到有這麼多密談在裡面 好所以現在這個新聞 你怎麼包呢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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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來 是 水